大家好,我是凯蒂 就是我最近找了一份DA的工作 我觉得学校和刘洋老师帮助我很多 所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看看有没有大家能够分享的经验 然后对大家以后的求职有帮助 我大概要介绍一下就是我的个人情况吧 然后介绍一下就是我的数据学习和实习的 简单介绍一下我数据学习和实习的过程 然后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面试经历 然后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就来问我 然后我尽量回答大家吧 我个人的情况就是我是上科研究生背景 然后也没有学过就是Data或者是分析相关的课程 然后甚至就是没有学过统计这些方面 然后以前也没有做过就是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 以前我倒是做过一些就是譬如说像产品啊 物流啊什么这些工作 但是觉得都不是很满意 然后有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他在学就是维多利亚的那个课程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特别有帮助 然后因为我是商科背景嘛 然后那个就考虑到因为这个数据分析是一个商科和technical 就是technical中间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学一点技术 对自己的就是Java Security啊有很大帮助 然后我就开始在维多利亚学习数据分析 我学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学SaaS和就是SQL 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一点这个背景也没有嘛 然后就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就是学习了一段以后就是你要适应它的时候 然后慢慢慢慢你有这个SaaS了以后 其实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然后学了一些Python 然后又学了Excel和刘洁老师的Power BI 这些课程完成以后呢 然后又参加了一个简历面试班 就是刘洋老师和木南老师的简历面试班 然后他们也提供一对一的帮助 就是都包括在这个简历面试班里面 然后参加这个简历面试班完了以后 我又在那个参加了Found Page的实习 这样的话我就是对整个做一个Project 然后还有就是说工作的流程 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面试 我的面试 基本上我投简历之前 我是找刘洋老师帮我修改了简历 因为那个简历面试班里面 是包含一对一修改简历 就是就是面试面试辅导这些这些时间 所以我就帮让刘就是找刘洋老师帮忙 给我修改一下简历 然后通过刘洋老师帮忙 我那个简历就是得到了很大的丰富 然后简历改完了以后 然后我就把这个简历就是 我先去那些就是找工作的网站上 然后就找一些自己觉得合适的那个工作 然后发了几份简历吧 因为我也没有就是把所有的 就是没有发很多份 就是发了几份吧 然后就有两个回馈 然后我自己准备了一下 就是HR的那个 他们会问的问题 然后我也就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吧 我也联系刘洋老师 然后就是问一下就是说 就是这个类型的公司 或者这个类型的工作 然后这一轮大概 他们会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会要注意一些什么 然后刘洋老师 也帮我就是看了一下 我准备的project行不行 然后就是帮忙很多吧 非常nice 然后我的面试大概就是三轮面试吧 就算 第一轮就是一个HR面试 然后就问了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 就是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能对就是每个工作可能都会大概问到这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technical的面试 但他当时他没有问我特别多的technical问题 然后最后就是见了一下他们的VP 然后就基本上就这样定下来了 那个他们除了这个面试以外 还有一次就是考试 当然他们考试考的就是不是那个就是完全technical的问题 他们有一些什么逻辑啊或者是数学这些问题 但是并不难 大概就是我就是这样经历 我现在工作基本上用到的 其实我不用那些什么Python啊SaaS啊这些工作 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tools 这些就是一点高端的tools 对于我来找工作来说 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就是他们那个公司的人会觉得你可能是就是比较qualify 就是会的比较比较高端 所以所以他们也比较倾向于就是还是录取这样的人吧 反正就是同样的条件 那我我就录取一些好好一点条件的人 就大概是这样 我现在工作基本上就是Excel SQL和Power BI 大概也就是这样 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最后